接下來我們大概稍微把上個禮拜的重點再看一下 那今天的部分 那首先的話,上個禮拜是第十二次上課啦 那大概基本上 難度當然越來越高啦 包含就是說我們上個禮拜是針對那個 像那個什麼,下載那個 Jason 的檔案的問題有解決 用了一個 VBA 裡面的函數叫 Call By Name 解決那個,因為這個 name 這個字 它其實裡面好像把它當成一個保留字 所以你只要一輸入它就變小寫 n 變大,n 是大寫啦 那當然這個大小寫在這個 Jason 裡面 它是有影響的,所以會造成錯誤 後來換了這個 Call By Name 那就可以把問題解決 那再來上禮拜好像重點就是 在針對那個 XML 格式做資料的下載 其中我們是利用那個 那個什麼 這個新北的那個 Uby 的資料 做那個下載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呢 XML 其實還算是單純 那比較難的喔 我上前面都講過 就是針對那個 HTML 這個部分 你要抓資料的話 其實難度就蠻高的 那我們有演練一下啦 其實針對那個 HTML 這個格式喔 比如說我想要抓資料的話 那當然呢 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 這個原始碼 其實還算單純 一個頭一個尾有沒有 HTML 開頭尾 然後主要要抓的是這個 Body Body 裡面的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要抓的東西 那比如說我想要抓什麼 好了 我的123好了 那當然我可以知道它的標籤是P啦 所以我可以把P抓回來 或者如果你123全部抓 其實你把Body抓回來也可以啦 OK 然後它就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但是如果你只要比如說第二格的話 那你就要算它到底是哪一個 也許那當然這個是 所影子從0開始 所以你小瓜虎0 然後這個1 這個2 那你可以算一下 它是1把這個1給抓回來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要知道說 到底你要抓什麼 那HTML裡面最多就標籤啦 OK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了解標籤 常用的標籤有哪一些 那當然包含比如說段落啦 Body啦 頭的話比較少抓 因為頭其實 它一座裡面的資料抓回來 其實沒什麼用 OK 比較少 那另外的話呢 當然除了這個標籤之外 其實還有所謂的那個什麼 這個所謂的類別 我這邊有第二個範例 第二個範例裡面 就多一個叫class 有沒有 在標籤裡面 就有一個class的一個 這個叫屬性 那這個屬性就是說 它這個後面的資料 是屬於哪一個類別 類別顧名思義嘛 哪一個類別 那有點像是 利用這個類別 我們可以把 同樣性質的資料 比如說你要做一樣顏色啦 有沒有 像那個 哪個地方做什麼顏色 哪個地方 哪一個類型的資料 哪一個類型 那就會用class去把它 劃分一下 OK 然後所以呢 我們也可以利用那個什麼 欸 就是裡面有個方法叫 get elements by 這個class name 有沒有 class name 就是把這個class名稱 把它把它抓到 那給它一個它的class名稱 那我就可以把裡面的資料 給抓回來了 大概是這樣啦 其實基本上 就是要抓裡面的資料為多 OK 那當然除了說呢 有那個什麼 有class名稱之外 其實還有ID啦 OK 那當然呢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class名稱 不一定會有 有的這個標籤後面會有 那你可以用class名稱抓 但是有先沒有 那沒有一定 但是一定會有的就標籤 所以呢 反正呢 抓標籤應該是 這個 第一重要 第二個重要的話 通常是class 那ID也不一定 每個都會有 這個ID的話 有的有 有的沒有 所以呢 你可能要針對 實際上那個網頁背後的原始碼 你可能要看一下 然後針對它這個資料再去抓取 才有辦法把資料抓下來 OK 其實說真的 這對同學來說 其實是有點複雜的 可是沒辦法 因為如果你要抓這個 HTML資料的話 那一定會遇到這個背後的原始碼 所以如果你假設對這個原始碼 不能了解的話 所以真的就一定會有一個障礙 這個是一定要過著看 那不管說呢 今天是用Excel VBA來抓 或者是說即便你是用Python來抓 概念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教Python 我也是這樣教 因為你前面不管你用Python抓 你不懂這些東西 你還是抓不了啦 OK 所以到底是一樣的 所以你這個一定要了解 才有辦法抓這個你要的資料 那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練習題好了 因為這個大概上個禮拜講過 超連結 比如說這個資料裡面有沒有 有一個A A的話就是它的標籤嘛 然後它的屬性就是HREF HREF就是超連結 有沒有就是這個 那如果你要抓它的資料的話 特別注意喔 那你就要用什麼 先把A先抓回來 然後後面它有個點HREF 你就可以把它後面的超連結給抓回來了 OK齁 所以後面其實我們還有一些練習 針對你想要抓的 因為有的時候我想要抓的資料 並不是說在那個什麼 表面上看到的 有些是背後的東西喔 比如說像這個屬性 HREF就是超連結 像比如說我希望把這個網頁裡面的超連結 全部抓回來 那當然喔 就又必須要學會一個 抓後面的點HREF的一個屬性資料 其他還有像抓裡面的那個什麼 圖檔的名稱 為什麼你要圖檔裡面 因為假設你希望把整個相簿裡面的圖 全部抓回來 比如說放在ECEL裡面 或幫你直接存檔 那當然你也要知道說這個圖檔放在哪個位置嘛 所以呢你會發現喔 IMG是它的標籤 然後SRC就是它的屬性 所以如果你要抓這個檔名跟副檔名的話 那你要先抓這個 然後再把這個SRC把它加到後面 你就可以把後面這個 這個什麼 3.jpg把它抓回來 所以做法的話就是類似這樣這樣有沒有 先抓IMG然後SRC OK 它就可以把資料給抓回來了 好 那今天的話我們來實作好了 直接來看一個練習題好了 這個練習題就會比上個禮拜還要更複雜一些 為什麼 你直接看這個網站 它是一個TQC Plus 這是專門發證照 就是考證照的一個單位 他們設計很多種考試 讓人家去考 考過了就給一個證照 考不過就沒有啦 當然那就要浪費報名費了 那其中的話呢 這邊有很多類別 比如說像Schedule Pro AutoCAD 等等有沒有 然後另外 跟程式有關的 程式有關的 像Java 有沒有像Go 另外還有考C-Sharp 甚至還有Python OK 然後考R 那比如說 像這個頁面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它直接抓資料下來 抓資料我怎麼要抓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它一定是123 1的話是它的類別名稱 2的話是它的中文名稱 3的話是它的英文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123 123 有沒有 基本上是重複 但是有一些是沒有英文名稱的 那沒有英文名稱的 就把它空下來就好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喔 請你幫我把這三個資料 分別放在三個欄位裡面 也就是這個放第一欄 這個放第二欄 這個放第三欄 123 123 123 有沒有 那你想說它怎麼做 如果喔 你實在是不會的 C-C有沒有 變成怎樣 你要有老闆說 你幫我把它變成一個表格 那你可能 我不知道耶 你們可能 當然不會 做出來就像這樣 有沒有 類別名稱 中國名稱 英文名稱 那如果你實在不會的話 你怎麼做 先把它貼上 是不是可以用轉字 有沒有 先把它貼上文字 對不對 貼上文字之後 但是它縱向啊 如果你要把它再變成橫的話 你可能就是再複製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貼到旁邊 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轉字有沒有 這邊不是一個轉 轉字 不是從縱向變成橫向的 有沒有 那這樣就有一個 兩個 三個 有沒有 就這個是它的類別名稱 中國名稱 英文名稱 好 那如果你今天假如複製一個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那個什麼 證照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 那你怎麼辦 你豈不是要貼 貼了之後再轉字 貼了再轉字 貼到什麼時候才OK 所以如果今天你會爬蟲的話 其實很快 我這邊demo一下 如果你要爬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 這樣就OK了 就是寫個程式 然後我寫有兩種方法 譬如說我今天用 後來我發現 上個禮拜那個問題 找到答一個問題的原因 好像他不能用Create Option 他一定要用那個 宣告物件才可以 可是其他電腦都沒有這個問題 這邊電腦還沒關係啦 反正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就可以 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先把它清掉對不對 然後給它網址 然後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再用那個 這個HTML 就是HTML Document的那個物件 就可以把資料全部切一切 然後快速的把 有沒有結果就秀下來了 那快不快 那快多了吧 對OK 如果你會的話 我想你應該不會選擇 用那個 複製貼複製貼 哪一個時候才OK嘛 所以你們公司如果 假設要請人的話 最好是可以請 真的會 效率快太多了吧 OK 尤其像現在所有資料 基本上都是這種 網頁資料很蠻多的 而且甚至分佈在不同的地方上面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能夠 很快的把它抓下來 做一些統計分析的話 那真的我想你 應該會是很大的問題 而且現在基本上 沒有人在做紙本的 你會發現 所有東西都已經是電子的 而且所有的網站的資料量 只會越來越龐大 那背後你會發現 很多都是用那個爬蟲在爬耶 OK 像最近喔 因為疫情結束了 然後暑假又來了 這課程也結束了 所以看了一下機票 好便宜 我又給他訂了 但是我怎麼知道 哪個時間出國最便宜 本來看一下兩萬多塊 好貴喔 算了 再忍忍 然後有一天就看了一下 欸 一萬塊左右而已耶 OK 就馬上沒有第二句話 直接問我老婆 那個時間要不OK OK好 馬上就先訂了 欸真的耶 我訂完之後 大概差不多一萬塊左右 機票就買到了 OK 而且不是紅眼扳機喔 OK 但是為什麼會比較便宜喔 其實還是要需要 我是覺得要懂一點層次喔 懂一點資料的運算 我覺得會比較有概念 然後 那其實所有的資料 你會發現有一些網站很厲害喔 他把所有航空公司 因為你不可能一家一家公司去比較嘛 那有一些那個網站很厲害 他就把所有的航空公司的資料爬回來 然後幫你比較 直接告訴你哪一天出發是最便宜 哪一天去哪一天回 當然不可能是兩個搭起來 他會直接告訴你 這個月哪一天最便宜啦 是沒錯 可是我們不可能說那一天出發吧 如果你時間剛好 比如說暑假 那我就挑那一天好了 有沒有 欸真的喔 他這個兩個最低 湊在一起的票價 非日本齁 真的我看到六千多塊 六千多塊 欸你知道嗎 六千多塊 你國內旅遊六千多塊 OK齁 有沒有 不過你說老師那這個哪邊可以找到 很簡單 網路上都有啦 OK 只是說你懂不懂那個概念 馬上可以找到 如果你可以請假的話 欸那你那一天去那一天回 哇那這樣就省多了 不然有的人上班族沒有價值 你禮拜六去 然後可能請個 請個假 禮拜六又最貴對不對 OK 然後所以你禮拜天也最貴 飯店也貴 機票也貴 出去玩又很多人 品質又很差 對那簡直浪費錢 所以喔最好是那個 品質好一點的 OK 好啦反正這個 那你會發現 不管是機票也好 飯店也是一樣 像阿古達他最早是爬蟲出名嘛 他爬什麼 爬所有人家 飯店的相關訊息的價錢 然後幫你歸納出 哪個價錢的排序對不對 那其實他也是 背後也是爬資料啊 所以呢你會發現 他爬人家的 另外還有什麼 Hotel 什麼 他也是爬 再去爬他的 所以 有人爬 飯店的 有人再去爬 訂房網站的 然後 幫你找出最便宜的 你就不用在那邊 花時間 去去爬了啊 反正喔 這背後其實我覺得 有相當多的那個 可以去了解的 那你才知道說 原來他背後有這麼多 這個操作的方式 那你要怎麼樣訂到 不一定最便宜 但是不要被跪到就好了 對不對齁 所以其實你要大概知道 你玩的品質就會更好了 那所以其實我發現喔 背後還有像匯率也是一樣嘛 什麼比如說你要出去也要換匯嘛 對不對齁 那怎麼樣玩是最便宜的 當然也是可以間接的齁 我覺得玩起來負擔也不大 而且現在日幣真的便宜到不行齁 所以你出去的話 哇好像感覺買什麼都覺得 整個便宜到一個不行 但會怕說到時候會不會買太多 好便宜 算了 都不會想 反正就買買買買買 到時候行李會操縱等等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所以齁 如何把網頁上面的這個東西齁 有沒有就這個齁 可以把它變成齁 所以待會你們大概看 了解一下 那我們的目標齁 反正就是要把它變成 以Sale的一個表格 那當然第一個問題是說 它這個資料齁 它不是表格 而且是縱向的 有沒有 那你要把它改成橫向的 一個一個一個 有沒有 然後呢你抓抓抓 所以理論上 應該可以分三個不同的東西來抓 OK齁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那可是要怎麼抓齁 其實跟各位講 當然我建議各位齁 按右鍵齁有沒有 檢視原始碼 不過你會發現光看到這些齁 我看你應該就想要放棄了 有沒有這些 總共幾行啊 1838行 就是它背後的原始碼 但是我跟你講啦 你根本不用看這個 這個其實可以跳過 因為我是覺得這個太難 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要抓這個 比如說第一欄的資料 我就在第一個 這個上面按右鍵有個檢查 所以第一招我建議你一定要熟悉 但是這一招的話 你可能慢慢要習慣 反正以後你在瀏覽網頁的時候 偶爾你就稍微看一下 慢慢習慣你就比較熟悉了 那你要找到什麼東西 按右鍵檢查 你要找到這個東西 按右鍵檢查 它會幫你跳到右邊這邊 並且用淺藍色的字 幫你mark 跟你講說這個東西 這個區塊有沒有 它背後的程式就是一個DIV 然後它的類別就是這個東西 類別是什麼 Sleep panel heading 然後裡面就放什麼 裡面就放建築林 然後結束的話就是DIV 所以我們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直接抓那個DIV 但問題你會發現 這個網頁恐怕一堆DIV 你光要抓DIV可能就抓不完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抓什麼 它的class 因為class應該是不會跟別人重複 所以它的class 這個就是這個名稱給它 它就把所有這個裡面的class 通通抓回來 那就可以抓到這裡面的資料了 OK 這是第一步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第一個 那你怎麼確定說每個都一樣 你按右鍵 換第二個檢查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也是這個class 名稱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就找到第一個特徵了 所以第一個欄位 它的特徵一就是它的class 所以抓class OK的 那第二個的話 這個大致 中文按右鍵一樣 直接在上面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一樣會幫你怎麼樣 把它停在 所以你在上面按右鍵 記得它一樣會幫你告訴你說 你現在的這個 有沒有 資料背後它的組成是 什麼樣的原始碼 所以你只要看懂 它這個叫H4 H4就標題4 所以如果你假設 把H4給抓回來 理論應該就OK了 那可是你怎麼知道說 這個H4 裡面有沒有別的地方被用到 有個方法 你就直接怎麼樣 在這個中間 Ctrl-F Ctrl-F的話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也用過吧 你直接在這邊打一個 直接打這個標籤名稱叫H4 那看一下它總total的數量 是不是74 你說74 有沒有 那為什麼74 其實理論上我在猜 應該這個所有的這個數量 應該就74個 OK 所以如果我再把它回到剛剛第一個 這一個有沒有 class name 我一樣把它點兩下 複製一下 然後我一樣用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Ctrl-F 貼上看看 如果也是74的話 那表示 我們的推論應該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 第一個 我抓它的class name 第二個 我抓它的 那個什麼 它的 tag name 它的標籤名稱 好 那第三個的話 就是這個英文名稱 按右鍵 直接在上面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的標籤名稱是什麼 那一樣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標籤名稱拿來fine一下看看 它的這個數量是不是也是72 最好是前小於 後面其實不加沒關係 反正看一下是是不是74 所以如果是74的話 那理論上我們大概會有答案 什麼答案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上個禮拜講的 這個用class name 有沒有 get element by class name 的那個方法 就可以把它全部抓回來 74個 那74個的話呢 我們跑個回圈 就通通都把它抓回來了 那這個的話是抓h4 這個抓small 有沒有 然後這樣不是全部通通抓下來 那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 你們先大概知道一下 這邊會有一個 記得是在第五個單元裡面 的第幾頁 第六頁的地方 OK 這邊有一個叫TQC Plus的官網 這個網站 那當然啦 這個網站你說複雜 還不複雜 反正就是一般的網站 那當然其他網站也類似 所以如果以後你要抓什麼的話 其實方法都差不多 那主要啦 我是覺得 你說老師那為什麼不用之前的 query table 因為query table 我講過嘛 它只能抓table 那你說這個是table嗎 這個不是table 那你說老師那為什麼它不乾脆把它 弄個table就好了 人家就是不要用table 你有辦法管它嗎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寫個email 跟它講說你們網站 可不可以把它改成table 讓我比較好抓 怎麼可能 對不對 而且現在很多網站 就是不要讓你抓 所以它就不要用table 像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那個Yahoo網站有沒有 它就是故意 我不知道是它故意啦 它就是可能因為太多人 都用那個query table抓 所以呢 它變成它的網站 因為太多人用 反而會變很慢嘛 所以它就要 尤其是用程式抓 有些程式回圈一跑下去的話 哇 那整個主機可能它loading就很重了 所以呢 它為了避免 乾脆我不要讓你很方便抓 我想一些辦法 你要抓很抱歉 爬蟲 謝絕 而且現在很多主機很討厭爬蟲 為什麼 因為人抓還很慢 一個一個慢慢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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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能抓多少資料 但是爬蟲很暴力耶 它一跑的話 回圈喔 哇 那跑不完耶 而且跑一次算了 還跑第二次一次 一直跑一直跑 可能還比 可能會把主機給弄到壞掉耶 所以齁 有一些server 它會防止用程式去抓 所以我之前還常遇到 我自己寫程式有沒有 然後去抓那個server上 因為我跑太快了 所以server把我列為黑名單 把我擋大概擋了半個小時吧 因為他認為說我是攻擊行為 因為跑太快 所以後來我跟他講 跑一下 讓程式停一下 跑一下 讓程式停一下 你不要一次跑太快 不然的話 那個主機喔 它有一個時間的 有沒有 時間差 它會偵測 你跑太快 你是程式 就把它Block 把它擋下來 那就沒辦法用了 OK齁 好啦 所以這個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TQC的網站 然後待會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把這個網站 把它順利的抓下來 OK 那這個爬蟲喔 難度其實 不算太低 但是你也不能說 因為太難 所以你就 就不去了解他 因為你不了解啦 說真的 往後 有太多的工作 每天都要爬取 那個外部的網路資料 哇 那你怎麼辦 OK 你說老師那沒關係 我將來 我可以找其他工程師幫我寫就好了 問題你要懂得怎麼跟他溝通吧 對 至少你要知道那個爬蟲是什麼運作的吧 你要跟他講 他至少才聽得懂 所以我覺得啦 至少啦 也許你不能馬上很熟悉 但是你未來可能會需要的時候 你也可能會需要跟這個 比如設計的人溝通 那至少你是懂的嘛 哇 原來你還懂這些 喔 他就好溝通 因為內行人跟內行人 直接對話很快 但是如果你一個 這個內行人跟外行人講 哇 你到底懂不懂啊 對不對 而且很外行的人每次都講了一大堆東西 根本完全不是重點 你講很多 我根本沒辦法幫你啊 OK 常常會有這種 而且甚至有一些 有些 就不知道怎麼做啦 所以盡可能 如果你了解這個整個爬蟲的流程 之後當然你想要做一些溝通會比較順暢 另外如果你要做一些稍微更難一點的事情 相對的你也比較能夠銜接 而且未來齁 如果你要再銜接所謂的AI的話 哇 那一定是需要 因為像很多像TrackGPT背後的大量的Data Base 其實都是用爬蟲爬過來的 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 當然我猜應該是 不然的話Data從哪邊來的 總不可能說這個有什麼地方直接就給他了 不可能吧 一定要是從 而且我發現他很多來源 他都沒有標哪個網頁 奇怪他怎麼會寫出一些程式 然後呢 感覺好像曾經在哪個網站上看到 但他沒有告訴你在哪邊出來的 OK 所以顯然 我猜他應該很多地方應該就是去 要不就是預先把資料爬下來 放在他的Data Base裡面 要不的話呢就是說呢 他可能需要的時候再去把資料爬回來 幫你分析 不過我在想應該會先爬下來 不然的話可能會太慢 不然他可能也要幫你去爬回來分析 但有時候那個時間差太慢 你可能會等得不耐煩 所以通常可能他已經 預先把資料先抓回來了 那所以他抓回來一定是爬 把資料爬回來了 OK 所以這個請各位先試試看 針對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我們做延伸 那今天的練習題 就是去爬那個TQC Plus上面的 這個類別名稱 OK